可是他真的是有料的 你要不要跟他打打開 我們現場看一下 來 有準備要查一下 來 不錯 來 是誰來表演一下 你也要嗎 你們先 我告訴你 我是真的不太行 你這個老生走開 等一下 你要叫他收槍 亮槍一下 我們現在打的這一套是花槍 我剛剛臨時惡補的 來 就是輕衣要打老生 打小生好了 我把它當小小 就是小姐要跟他老爸相罵就對了 對啊 這個沒有蘿蔔點真的是可以 唱… 槍槍… 你還要講話了 槍… 槍… 搖… 槍 玉琳 這個會 我會嗎 你做一點點那個收槍 那個亮相給他看 是喔 來 扣起來 來 比較薩 比較精華 竹林哥跟你的衣服好配喔 唉唷 唉唷 你喝你的香啦 唉唷 有 哪有 這個老星這樣 好 穿 穿 哇 好厲害 好厲害喔 哇 好厲害喔 好 後面的髮型 來 好輕鬆喔 唱 大蹬 唱 唱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來 來 好厲害 多遠一點 來 還有空位耶 你也會好厲害 來 來 竹林哥 小心 小心 唱 唱 給腰子翻身 唱 好厲害喔 怎麼會有一個 吐到自己的 來 太久沒了 不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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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太厲害了 好厲害喔 來 掌聲給你不利 不容易耶 真的很厲害耶 兩位喔 已經這麼多年了 還是 我是 中間才去學的 因為他是從小 七八歲 九歲就開始學的 硬底子 對 他是硬底子的 我現在目前在舞台上 我還可以翻 他可以翻 他怎麼知道 現場可以來一下嗎 穿高跟錢怎麼來 我就是脫掉啊 你這次還要來嗎 你這次 來啦 有這 鞋子就把它斷掉 來 他在台灣其他還長翻 那最近大概一年多 真的都沒看到 掌聲鼓勵鼓勵 迪美姐 要先暖身一下嗎 必須啊 好 應該還可以 好 好美喔 唉唷 還不錯耶 唉唷 喂 你是學平均的嗎 不是 學舞蹈的 舞蹈的 這是基本功 都一看過 真的有生到你們這樣的女兒 真的是搖錢 搖錢術 有耶 我們也都有生女兒 不知道有辦法把她搖一下嗎 來 你把它拿去賣啊 綁戲團是嗎 3,600我不要綁 來 周老師 我們來看哪些滅香的女人 她從小就是家裡的搖錢術 如果說 如果說 這個額頭方面比較窄 就是 就是在眉 上下窄 就是跟眉毛這個距離 一般來講 就是少於三個手指頭子 這樣子的寬度 我們都稱為是窄 這樣子窄的人 大部分家庭環境 就是家庭所出生的環境 都會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說家庭的那個 我們講說他的經濟環境 父母的經濟環境 都會比較困難 那很可能就是說 父母就是沒有辦法 就給你有很大的這個 所謂的栽培 或是來源很好 那有可能就是會 讓你去學一些 就是到別人家去幫傭什麼 從小就是要來回饋父母 有時候他不一定是說 父母說一定要你去 因為你也可能是會看家裡 經濟這麼困難 那很可能說我自己要去 去幫人家幫傭 或是說去賺一些錢 幹嘛這樣子回來 去回饋父母 這就是一般就是在天庭這個地方 就是比較窄的人 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耳朵比較小的人 耳朵小而薄 對 耳朵小比較薄的人 這種人福氣大部分會比較弱 比較弱的話就是說 父母給你的教養方面 可能就會比較弱 耳朵大部分都在形容 就是1到14歲這個時間 等於是父母對你的幫襯多大 但是如果說你耳朵小又薄的人 那就是福分會比較小 那就是很容易說 在小時候的經濟 父母的經濟困難 因為這樣子很可能你就會 看父母困難 你就會想要幫忙 對 所以說變成說比較沒有那個福氣 可以受到父母好的那個教養 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三根會比較低落 同樣的道理 三根這個地方 我們會稱為說是一個來源 那就是你父母的來源比較不好 那當然就是沒有辦法說 對你很好 早期我們有一句話講說 三根斷荷造魚花 在家必泡家 那就是要 意思就是 老師 來給他歡喜一下 歡迎美豬姐 這我真的沒辦法 這文言文的 這個是比較他們的專用名詞 三根就是代表 就是這個鼻子這個地方嘛 三根 老師你剛講山頂 山頂 斷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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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地方比較 叫他 就是會煮溪花 就是說主間 就是父母沒辦法去幫襯你 溪花就是沒錢 斷荷 他縣的線 不是 溪 斷荷 斷荷 孝仔溪就知道 那裡荷 對啦 那再來就是 盪子一氣溪 對 台語叫做荷 荷 斷荷 造魚花就是 父母沒有錢 造魚花 那在家的話一定是會破家 所以你就是要離主他鄉 那大部分你孩子 不會自己想要離家 小孩子也不懂 對 他沒有這種離家的觀念 所以大部分都是 父母會把他 說拔給人 那就會跟著那個記憶團 或是說那個 人家那個叫撒雜技的有沒有 甚至於有時候 把他去做頭門有沒有 斜做頭髮什麼的 這都是早年 你這樣子的女孩子 很容易就是有這樣子的現象 但賺錢回歸自己的護膚 不過我的三根如果不低了 額頭又那麼高 又那麼寬 阿道妳老爸要認識我阿道 對不對 妳如果三根低 這樣不能低我好名嗎 妳如果三根低就只能賣1800 還好妳比較高賣3600 還好 算好名 大部分如果說 你這樣如果說三根不低 那鼻子也還算是不錯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 是整個臉相 你自己的臉相 去做一個比例 對 如果是像這樣子 其實如果說三根也很高 額頭又好 那就表示說早期 其實應該生活環境會很好 可能就是因為 你本來生活環境不錯 但是是後來 就是生出來以後 才產生的問題 應該這樣福氣 那福氣就是耳朵的福氣 會比較多一點 是的 謝謝老師